马上来关心高雄发生了离谱兆讨 连环状事故夺走了两条人命 昨天深夜一名驾驶开自小客车 行进小港区 先后在两个路口插撞两部机车 肇事跑逸 到了下一个路口红灯也不停 高速撞击正在停等红灯的继承车 巨大撞击力道 继承车被撞到变形 棍桨乘客伤重 送一抢就不治 整起车祸亮城 两死两伤 十字路口继承车停等红灯 红房黑色自小客车 却像是没刹车直接冲过来 猛力一撞 计承车被撞到转向 弹飞入中央 撞击力之大 肇事车辆也冲出马路 这一撞 计承车像被揉烂 整台变废铁 问讲乘客被卡在车里 所有人急呀 聚开车体展开抢救 乘客被救出 已经没了意识 至于驾驶 同样当场昏厥 救难人员不断CPR 但依然就不回性命 直接从计程车后面 直接要追回上去 速度真的蛮快的 我是停红灯 它从我旁边开很快过去 肇事的是这台黑色自小客车 大马路上连环冲撞 早在撞计程车之前 就被直击 在上个路口横冲直撞 现在沿海一路 红瓶路口插撞机车逃逸 跟着一分钟之后 再撞第二部机车也没停 来到大野北路口 又高速追撞等红灯的计程车 车上问讲乘客因此丧命 包含一名骑士 肇事驾驶驶自己也受伤 驾驶的部分是送医 在家务地方 抢救过程 有医院护理师经过 也帮忙救人 但遗憾仍传来死伤 肇事驾驶没走驾 什么原因连环撞 夺走无辜人命 警方要理清楚 记者王一玉高雄报道